就站在路口滑手机 红衣女子突然被银色轿车倒车撞倒 并卷进车底 当驾驶发现不对劲 早已经来不及 这起发生在重庆的意外 驾驶与行人该注意都没注意 所幸周围民众迅速赶来 帮忙抬车 遭撞女子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迎滑手机出车祸的事件 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在一下雪的甘肃 一米女子边看手机边过马路 倒车的驾驶同样没有发现 车后有人经过 当发现轮下有异状 早已经来不及 这个车可能倒的速度也有点快 然后直接把它钉倒了 它那个没怎么受伤 它是压在笼子下面了 我们分析一个是 它那个机服也穿得比较厚 对它起到了保护 再一个呢 它那个皮卡是空车 博信中的大姓 遭撞女子骑机次的毫发无声 在短时间内就被赶来群众 合力抬起货车救出 但滑手机造成的交通事故 比例不断攀升 浙江温州就首先寄出法令 禁止行人过马路看手机 折合台毕竟50元的罚款 虽然可能不痛不痒 但却是提醒所有人 千万不要过马路 还看手机玩命 不然遇到事故 医药费就是乘以罚单的 百倍或千倍 记者综合报道